HELLO 大家好 我是封閘店的阿K 每年這個時候 我們封閘門口都會放好冷氣機 今天我們封閘跟大家講解一下 冷氣機的種類及選購攻略 開始之前提提大家 記得訂閱我們封閘的頻道 還有記得按旁邊的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影片 冷氣機主要分為窗口式、分替式和移動式 窗口式冷氣機需要金屬支架安裝在窗框或冷氣台上 機身已經包含了制冷壓縮機及排風裝置 所以啟動時就會聽到壓縮機的運轉聲音 分替式冷氣機相對會比較安靜 因為它分為室內機及室外機 壓縮機及散熱冷凝管會安裝在室外機 不過安裝方面就會較為反覆 因為牽涉到室外的高空工作 所以大家要選擇一些可靠的工程承辦商來負責 移動式冷氣機結構與窗口式冷氣機相似 差別在於可以移動 同樣地 移動式冷氣機會在前方出冷氣 後方會排出相應的熱氣 所以需要預留位置排熱排水 否則就不能達到室內降溫的效果 選擇冷氣機最重要是留意能源效益標籤 一級能源標籤比三級截省能源11% 至於一級分體式冷氣機則比三級截省能源36% 因為冷氣機越符合能源效益標籤 其實變相耗電量會比較低 一來可以保護環境 二來你的電費也會節省一些 而匹數的選擇可以參考下列列表 不同面積的需要匹數都有不同 但實際適用面積是受環境影響的 例如樓底高度或家庭有篩邪問題 都會影響估計的 賣冷氣機又要安裝又要看位 其實前後都花一定的時間 所以大家看完這個攻略 就快點來我們封閘 選擇一部心儀的冷氣機 當然大家如果有甚麼電器想了解多點的話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不過記得做CLS comment、Like和Share 我們下次再見,拜拜